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伟 听说我车里面装6000瓦逆电器 48伏电 20度电 而且还是轻卡地盘 带拓展的 这种房车你看过没 没有吧 今天我带你看一下 眼前这台车就是一台上汽越进 H500新款的底盘 打造了一台轻卡房车 底盘配置也非常高 车的尺寸是5米998的长度 然后3米2的高度 2米4的一个宽度 然后车顶上面 都是满铺的太阳能 配置很高 咱们先简单看一下车的外观 待会进入车里 带大家看一下里面这个配置 都有一个什么样的不同 首先能看到这个轻卡房车 看起来是四四方方的 这样的话显得空间是特别特别大 而且里面的空间也非常大 包括车外也是有制洋棚 这边是做饭的抽搭灶 还是一个燃气的 然后后方是整车的一个储物箱 这个储物箱挺大的 这个储物箱 然后上面都是有一些外推窗 这款车配的是电路系统是48V的 相当于里面这个锂电池的容量 相当于一个20度电 所以说是足够咱们一家六口人 来使用这台房车 这台房车长期使用了 然后打开这个中门有电动的踏步 它会弹出 咱们进车看一下 车的布局真的是挺不错 而且你看这个空间是非常非常大 我现在把这个灯给打开 三个灯打开之后 这款车它是有一个拓展功能的 为什么显得空间大 是因为这边这半块 它会拓展出去 和那个大众的四行车是一样的 但是它是一个侧拖 没有后座 我先把这个拓展给多拓一下 咱们这是啊 操作错了 这是往里面进的 咱们直接按这个 上方有个开关啊 在这个地方 按一下它就会 拓出去了啊 这边啊是来做六个人的 是不是显得空间会更加的大一点 然后咱们继续 先从这个主架之后开始 呃底盘配置也很高啊 刚刚也说过 动功能的方向盘 包括一键启动呀 挂等是这种旋钮式的挂等 包括手扎也是这个啊 气动的手扎啊 呃这个不需要 咱们再手拽一下 然后上部有一个额头床 额头床上面有一个 细顶电视 小米的电视 这种三十多寸的电视啊 使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往多电视 这个双人床啊 是可以来设计俩人的 空间也很大 顶部还有一个超大的圆灯 这个灯我没有打开 这边是空调的设计 空调采用的是一个 美地的家用空调 这样的话咱们冬啊 冬天啊 以及夏天都是可以来使用的 呃 也非常的省电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咱们车内配的电视 一个还是那个那句话 二十度电 所以说这个足够 咱们平常来使用 上面还有一个音箱系统 这边是一个橱柜 橱柜的旁边 还有这种小的橱柜 是可以被装东西的 然后这是冰箱 一百三十升的冰箱 呃 下方有一个开关是什么 这个是采暖 那对了 咱们这个空调啊 咱们夏天使用 冬天咱们就别用了 冬天直接用彩暖就行了 因为彩暖它是燃烧柴油的 直接给车内可以提供南风 提供啊热水 因为咱们车内还有这个热水器嘛 这款车是一个六座的设计啊 这个是四座的对卡座 坐在这个地方 咱们可以简单啊 在这个地方娱乐一下 打个牌对吧 呃 吃个饭 甚至可 哇 咱们人多啊 睡觉呃 床不够用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小桌板 它是升降的 直接溅下去之后 它是可以来拼成一张单人床的 往后这边啊 这个外推窗都是可以来打开 上面都是各种的一些 吊柜是可以来储物的 哎呦 后方后方的空间会更加的大一点 我把这个广角打开 大家看一下 这个空间是不是非常大 而且 这个客厅的这一块 在这个地方 咱们女士朋友们啊 铺一个瑜伽垫 在这下方练瑜伽 也不会说感觉到特别的 呃 拥挤 空间还是很大的 包括内高也很高 内高能达到一个两米的 一个内高 然后车内啊 车内这个橱柜上面也是啊 给大家安排了这种 呃 燃气炉 平常咱们带上燃气啊 在车内是可以为做饭的 呃 肯定有车友会说啊 车内做饭是不是有油烟啊 不过没关系 咱们上方 给大家配的还有一个抽油烟机 抽烟机是12伏的 也很省电啊 咱们做饭 用这个抽烟机打开 把这个油烟给抽出去 上面都是一些啊 电柜啊 这里面是可以来装一些 咱们做饭用的一些 一些锅碗瓢盆啊 甚至调料之类的 然后这边还配着 有一个水盆 呃 像这个轻撒房车 这水箱是非常非常大的 水箱能达到200成以上的一个清水箱 这下方都是可以打开 然后这边还给大家啊 安排的一个洗衣机 这种滚筒 滚筒式的洗衣机 来着很很方便的啊 和他们家里面 那个洗衣机是一样的 这个洗衣机什么呢啊 也是美的的啊 这个储物储物格 上面有一个超大的衣柜 这个衣柜 以后咱们可以把咱们的备褥呀 或者服装之类可以放进去 啊 这个洗衣机我挺喜欢的 在防衬里面啊 能实现这种大大型的洗衣机 还是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 咱们之前介绍那款清卡防衬 那个洗衣机是小一点的 但是这个洗衣机要大点 这样的话咱们洗衣服 肯定洗的会更多 咱们六合人出行吗 啊 换洗衣服肯定也多啊 咱们可以在车里洗衣服 来到卫生间 这里面配的是一个合适的马桶 还有花洒 也是可以啊 在里面啊 洗澡呀 上套走还是真的很方便 上面是换洗扇 包括这个外推窗 它有一个防围隐私功能的啊 下面是防围 上面是隐私啊 还有我们这把这个门打开 之后咱们在里面洗澡 空间也很大 卫生间是固定的 空间大 包括车里空间也大 咱们使用固定卫生间啊 在里面上套的洗澡 还是很方便的 然后后面是一张横床的设计 横床的尺寸是一个双床的尺寸啊 一米三五的宽度 然后两米的一个长度啊 咱们这谁俩人肯定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对不对 然后床的上方也没有浪费任何的空间 都是做了一些吊柜 足够大家来出了 然后下面啊 这个小柜门也是可以打开 里面也是啊 有一个内部的储物空间 一个清卡的房车 空间是很大 这个爬梯啊 是咱们平常上那个额头床来使用的 拓展完之后 这个空间看起来是不是 比那个C型车的大额头空间还要大 因为毕竟咱们这个车的箱体就很大 呃 配置也很高 刚刚视频的开头给大家也讲过了 48伏的一个电路系统啊 呃 相当于里面这个锂电池的容量是20度电 另外就是车顶上面还有500多瓦的一个硬板太阳能啊 车内的配置大家也看到了 呃 真的是 不输酒店 呃 另外你看 大家能看到这个冰箱洗衣机空调 还有这个橱柜上面燃气灶抽油烟机 真的是咱们在家里面能实现东西在这个车内都是可以来实现的 有些东西在家里面实现不了 咱们在车内也是可以来实现的 这么大一个房车 出去旅行的时候 咱们长期在外旅行啊 带上咱们个亲朋好友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做好 怎么样 喜欢这款车吗 喜欢的话 大家可以来啊 给我私信了解这款车更多的详细的配置 我们下车就走的旅行就走的旅行